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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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虛空 我不喜歡太行事的東西 所以我選擇到 比較偏鄉的地方來居住 生活簡單 我個人是喜歡這樣的生活 那海每天都是千變萬化的 有時候很洶湧 有時候是極度安靜 極度極減 那這個在創作上 我會把自己現在的這種行徑 直接反映在畫面上 也就是回到你的心 觀察到什麼 你反省了多少 那在畫面上你就呈現多少 當你看到我的作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畫面是非常的安靜 比如說線條來講的話 一般繪畫它是用色階 用彩度 用明度來敘述前後關係 但是線條你前後關係就是用粗細 但是線條的組合 第二條線開始出現的時候 它的關係就出來了 那我個人我會覺得 其實人是簡單的 人上面的頭髮 人上面的皮膚 人上面的這一些衣著 各方面 它好像在一個基本的網購架上面貼上去的東西 皮膚、髮毛這些東西 能夠去掉的東西都去掉了以後 那人就會回到像我畫的東西 它回到一個為了維持這個生命不能再去除的樣子 那頭髮這個東西可有可無啊 你剃掉它不會危害你的生命啊 但是你把皮剃掉是不可能的事 那那一些線條我想表達的是 就是說人的基本架構 這些顯像支撐的東西盡量降低 那降低的方法 我回到最簡單的元素就是線條 所以我會覺得說 人可以活到我們生命存在的最基礎點 我們可以不要什麼 還能夠活得比較自在 比較輕鬆 那這個也是說為什麼我畫的人物裡面 把這些東西都去除掉 那我覺得人類回到以前高齡性 我相信人的眼睛是很大的 耳朵也很大 我個人覺得眼睛跟耳朵是瘦 嘴巴因為用的機會不多 嘴巴除了吃東西接受以外 其實它不斷地在對外 它會比較小一點 當你把心思越複雜的東西 比較捨棄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樣子的人 你會發覺他的眼神裡面沒有恐懼 他的眼睛是可以很亮的 他的耳朵也可以變得非常的靈敏 那我後來我會慢慢覺得就是說 其實顏色的輕重 顏色比如說塗白或特別加黑來講 它可以減輕線條的輕重 也可以增加它的特別厚重的感覺 或是我特別想要強調某個東西 那我會改變那個顏色 那這種輕化的動作想法上跟感受上 它的力道會比較足一點 那我覺得海上的島其實都有一種神秘性 因為我們不容易上去 它會讓我有很多的想像 那我想說用一個很單一很簡單的東西 每年可能畫個幾張 就當作一個紀錄性的指標 這個東西也變成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後來我會慢慢覺得就是說 不值得公開的東西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就會做消費的動作 就是用燒的 那但是我在消費作品的時候 我會把這些作品拿來做另外一個層次的實驗 所以我在創作上不會停留在以前的樣子 我更不執著停留在以前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每年畫幾張紀錄衫來考驗自己 來看看自己 那隨時的提醒自己 要保持一個既然我選擇的藝術 我的人生我的生活 我所有的作息我會以它為主 那這個就是說 其實當你真正進入藝術的領域 你把時間都放在藝術上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一個殘修者 所以我想好像這樣 иг long mig 得平衡 要靠回去 trabalhar 能不能 都還在要靠走吧 你 глубà